一人呢除了演戲啊唱歌之外 有的是投資副業呢 有的是代言啊拍廣告啊 这些都是income对不对 都是他们的收入 而正在当兵的阮今天呢 之前不是曝光四支新广告 被怀疑说你是不是当兵还来兼差 后来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小天条款啊 那么今天呢小天代言新北市观光活动 这应该算新北市的谈对吧 如果这是商业的代言的话 可能没事要个好几百万的是不是 不过呢今天小天也澄清说 他都是按照军中规定做事 只是当替代意的确也是比较轻松 身穿白色T恤和轻便运动裤 一人暖今天看起来瘦了许多 出现新北市府代言活动 再度成为美光灯焦点 对外界批评他根本就是在当爽病 阮今天有话要说 那有一些很硬的单位 也许我们比较轻松 可是一样的相同 我们都还是坚守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然后处理好自己的业务 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可以让他测一定要测一点点 对对对 顶着引力光环 阮今天在当兵前出席活动的价码 要几十万起跳 街派一部广告更是要上看三百多万 但现在却是以替代一男的身份 免费帮新北市府代言 他说自己早就不怕外界有多余联想 我自己其实对这个避险的很厉害 我不可能会让自己能够会有这样犯法的一个机会 因为其实每个人每个男生都必须要当兵 然后在当兵的过程里面 那当然有所谓的游戏规则 强调自己是规规矩矩的在府兵役 也强调在当兵期间 绝对没有揭拍其他的工作酬劳 阮今天态度坚定 也希望外界不要再把他挂上爽兵的称号 整理学员承担胡家镇SNG小组新北市三号报道